欢迎回来 2016年法国欧洲杯第一场半决赛 即将在稍后的凌晨3点上演决赛圈的争夺战 民气响亮的葡萄牙遇上首次打入欧洲杯正赛 就晋级4强的超级黑马维尔士 皇家马德里球星的得比战也让比赛味打鲜热 话题十足 欧洲桑巴迎战欧洲红龙 两队在本届表现都让人大跌眼睛 一个有惊 一个有喜 过去5届欧洲杯 其中4届葡萄牙都顺利抱到4强 本届一路走来却跌跌撞撞 从小组赛开始就是合局王 而且不曾在90分钟内赢球 表现让人捏了一把冷汗 反观对手维尔士第一次打入欧洲杯正规赛 就晋级4强位置 表现让人刮目相看 未睽違12年来 希望再次打进欧洲杯决赛的葡萄牙 构成压力 除此以外 足球史上其中两名身价最高的 黄马球星罗纳多与贝尔 将上演同队得比大战 也让球迷充满期待 但已经轰进三球的贝尔表明 球赛讲求的是团队精神 无需将焦点集中在两人身上